我们现在来看看 怎么样让树莓派可以再重新启动 之后就打开 我们的JupyterLab Server还有RStudioServer 那现在我是 树莓派刚刚重新启动 我们现在 把它连上去 可能要一段时间 我们check一下树莓派已上线 那下一件事应该就是 应该 就可以连上了 OK好 那我们现在连上树莓派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是 这样表示有线连接 WiFi连接还在 搜寻当中 所以目前它其实是没有 连到网记网路的能力 可以 可以看到现在这样应该是 FL OK 所以这里VNC Server 它也没有 连上 好现在这样就连上 所以这个应该就可以 那刚刚我们现在都是透过有线的连接 我们的树莓派 然后呢下一件事情就是 现在我是刚开机嘛 但是呢这里已经 我们先看一下 R Studio Server 这样子 OK 我们这里已经可以 顺利的 打开 打开 R Studio Server 这样子 然后 来跑 那这个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就是 用Chrome Tab这个东西 那你就可以看到 呃 当你第一次使用Chrome Tab 它可能会要求你 给一个文字编辑器 那 呃 大概就是Nano啊或者是 Vim 这样的文字编辑器 那可以 自己来选择 那我这边是选择用Vim 那 你可以看到这样其实目前这样是空的 然后刚刚这个L是List E的话就是Edit 的意思 所以来这我们就可以编辑 但Vim的话就是它跟一般的纯文字编辑器不太一样 它其实有些快捷键 可以很快速的去操作一些东西 但还不太会使用 我就只会按I就是Insert 所以就进入编辑模式 然后按Escape就可以离开编辑模式 所以目前这样的话其实 如果没有带编辑模式 技巧是打不了任何字 OK 那打了之后如果我要储存的话是 Escape然后再冒号 然后再WQ 这样储存 OK 然后 它会告诉你这不是一个好的卡吗 因为你没有照它的格式 所以我们不要存 这样子 然后再检查一下 OK对 好像没有存到 然后Q直接离开 帮号Q直接离开 那 实际上呢 RootUser 还有一般的User 各有一个这个ChromeTab 所以我们打开这个 就可以看到 就 加一个sudo的话呢 可以看到 这里 RootUser的ChromeTab 然后JuPterService 这个Script档 还不是很确定它的 为什么会fail 应该是路径的问题 所以我先这样子 做好CD 我还没有进入这个CD HomePi 然后接下来再 执行 这个 这个 咦我想一件事情 应该是 嗯 我如果执行这个script 好我不确定这边要不要再加一个batch 但这样应该可以 然后可以看到 第三行的话这里是我们打开Rstudio Server 所用的script 那第一行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 我设定把树莓派 变成用USB Type-C这个port来 连以太网路 那 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先sudo 进入superuser 然后呢 cd到root 这个资料夹底下 这里面有一个USB的 shellscript 那我们可以 看一下它 nano USB 那这个话其实就是follow网路上 神人的做法 他就帮你设好这些 configuration 那其实 大意上的话就是 让 Pi4 他在开机的时候 他就支援 把USB Type-C这个port 给 呃 像可能是OTG的功能啊 之类的 让他可以 也 从这里来资料传输 然后 把它打开一个 网路的接口 所以呢 而且这边有些fix IP位置的 功能 这样子 所以我们 才会都固定在 10.55.0.1 这样子 那当然 fix IP位置的功能 写在别的地方 那这也就是打开 某些服务 你可以看到有些service 要restart 这样子 好这个 实际上我也不是很小的 那我们先离开这个地方 那 还有一个位置的话就是 我直接在这个地方 写了两个 script 那其实很简单 只是这个我现在还没有办法 不是很确定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来 studio 这个 其实就只是 Docker的指令而已 那就Docker run 这样子 那只是因为 因为 我们如果没有specify user的话 那 你要root的权限才可以run 这个Docker Image 或者container 那 所以呢 我就是加在 这个位置 我把它加在 sudo chromtab 里面 然后这个 at reboot 就是开机后 就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它就会执行一个 shell script 它的位置是在 刚刚我写这个 homepi rstudio server底下 所以你也可以写一个 这样子 一行的指令 然后把它写成一个 sh档 离开之后 那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记得 给它权限 也就是说 这里有一个chmod 然后加x 然后再加 这个档案的名字 给它权限 那它才可以run 不然它会permission deny 比如说这边就 来一个 demo.sh 我这边可以写一些东西嘛 比如说 rstudio reboot 这样子 control control x 那如果我直接执行呢 这样子 demo.sh 它会说permissiondeny 所以我们其实要给它 这个指令 chmod 加x 然后 demo.sh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run 那run的话 它应该就会 直接重新开机 或者是说 另外一个permissiondeny 我猜 因为要sudo的关系 OK好 那它就直接重新开机了 所以 嗯 我们就等等看 然后看看这个 Jupyterlab server 是不是也可以 被我正确的启动 我现在不是很确定它 会错的原因 可能是路径的问题 我在猜 嗯 因为 从root 的资料夹 就是chromtab的话 其实是没有设 呃 环境变数 这样讲对吗 就是 它的路径应该都是 从某一个root 的路径出发的 所以对Jupyterlab来讲 可能 呃就是因为这个路径不对 导致它错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这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件事情发生 我们等它一下 现在就是树莓派在重新开机 好连上线了 那应该就差不多可以 连上 OK很棒 那下一件事情 就是来测试 10.55.7 8787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的Rstudio server 好那如果是8888这个port呢 Jupyterlab看什么开机 还是不行 好 那么 我们来参考一下 咦 想一下 cd root OK我已经在这里了 只是我刚刚不知道 那 USB 我们看一下这个写法 这写法第一行先cd到某个位置 然后再打开 再make directory 建资料夹 OK 那我们试着去改这个东西 我们回到 home Pi 这个资料夹底下 然后我们去编辑 Jupyterlab 这个script 所以我一样化胡 我就先cd到 home Pi 然后再去执行 这个 指令 OK 我 不会用 这个编辑器 来看看这个script 这样子 op OK 那我们就 Ctrl-O Ctrl-X 那因为我其实是 我想一下 sudo crown t1 然后我们就走到最下面 把 这个script 它现在是执行这一个位置的档案 所以这样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里面在cd 好 这样应该OK吧 我们先来试一遍 直接这样执行肯定是没问题 就是 jupyter server 这样是没有问题 这样可以执行 路径不会有问题 那我关掉 然后现在假设我进到 比如说root 知道就好了 那现在我看到的都是长这样 好 那我现在要run 在 home 开 底下的 jupyter server dmsh这个档案 好 看起来就会有点问题 OK没关系我们直接试试看 来看看还可以怎么做 不然就是要用 网络上其实有一些jupyter jupyter lbsh wantat boot linux 很多教学啦 应该是 之前也是follow这件事情 是不晓得有没有办法 自己写一个crown tab 去把它打开 是service 就是放在rc.local里面 然后 touch u加x 这个griader 抄出 好,连上了,再次的来看看 哦,依旧是不行 这个没有问题,好吧 那我们来尝试这个方法 其实应该有个比较简单 好,厚颜无耻的搜寻一下 这个medium 嗯,这个麻烦 medium 无耻的姿势 都忘记了 糟糕 嗯 好吧,我们 似乎 似乎 就是我写的东西 真实 OKOK 这个 这个好像是比较新的那一篇 这个 这个没啥用处 我们要看比较旧的那一篇 几乎是第一篇 就这个 哇,那时候还有什么mini conda 真的是 炭脑层 这个 好 纯粹 纯粹是为了找这个连结 进来 印象转特 这个 哦 糟糕 怎么变这个东西 哇 哭了 嗯 嗯 好吧 没有 好吧 我们就努力的看一下 应该没有那么困难啊 为什么要这样呢 其实不是非常的懂 但好像 这样才有用的意思 为什么这会这么困难 我印象中没有什么困难 所以 我可以看到 我会想想要 这就是 这个 我希望 这个 这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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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什么 这个 这个 我 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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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fail and open to meet 237月 差不多 ok Py RespRyPy 就是18米 我们来follow这个看看 试一下 建立一个资料夹 然后 touch我不晓得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要打开这个东西 然后来 把下面的东西贴上去 我们可以先进去这个资料夹看一下 opt jupyterlab etc 然后system 没有 这是资料夹嘛 对不对 然后底下应该会有一个 我刚刚已经list 所以 这里下的这个东西 我们就直接来编辑它 对它其实是unwritable 因为我现在没有权限 所以难怪要一个sudo在前面 好所以可以编辑它了 我们就 把这个东西给复制贴上 贴上稍微检查一下 description jupyterlab 这应该是创建一个服务的意思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用 那个system service的tool 来让这个服务是 自动启动 这个environment应该没错吧 execute port 看起来是对的 好 control o control x 然后 好 这 这 这 replace with the correct based on environment 其实我自己也不会验证这个事情 不知道怎么验证 可能要看什么一些configuration file 这么感觉这些就是有点问题 google一下 其他 jupy id 启动 sum sum 好像中文的资料 且开机启动 设置为后台服务 应该就用这个东西 don't allow don't allow oh shit 跟着 就是建立一个服务 拿着enable它这样子 好这个没有解 装机这个 这个 这个跟我这边看到很类似 记得很开机服 ok 那 home拍 某个boot 然后export path 我记得我这边好像是做这个 不如我们来试这个 不如我们来试这个 应该比较 弱效一点 这个东西就删掉 应该是可以 可以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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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 Ctrl 然后 然后把这个伸 OK 那来看一下 这个怎么做呢 好 这Home里面弄很丑的东西 我们就我们原本的 现在我们在Home里面 然后这里就 然后复制贴上 贴上 Ctrl Ctrl X 退出然后我们要修改这个东西etc rc.loc 所以我们就 sudo nano etc rc.loc 修改这个 asic 0之前 那我们就 到这 我忘记那时候为什么要弄这个 最好是我自己加的 要printIP位置 好像是为了 让 自己知道说我现在到底是不是用typec 连上 但其实也不是很重要 lash 那这我们要改 那个东西叫做 jupir jupyter jupiter serve ok 哦 那一样Ctrl-O,Ctrl-X 好,那我们就可以来 收到reboot一下看看 正式建立服务 我在5帮图上面好像就是这样做 太久了,我都忘记了 rc.local好像 在不同的Linux的作业系统上面 都位置有点不太一样 或者是用法不太一样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用 我只会用Chrome Tab 但是Chrome Tab也有很多很麻烦的事情 这是建立某个Jupyter的优势 Virtual Environment 我觉得这里的这个Environment变速长得奇怪 所以先不要用 不然应该是照他的做法应该也可以 这是一个虚拟环境 装目初美派的OS 要确大用Parallel 转 确实是可以玩 只是好像还好 没有特别好玩 好,那我们就在这边试一下 4.5.0.1 88888 好,终于有了 非常的棒 这样我们就是做到开机 重新启动 那以后只要比如说接上iPad 然后它就 它就 可以激动 好,那现在好像有个新的问题 就是 路径 嗯,这个路径 我想一下 刚刚这个东西 export path 我试试看 我改一下 我不想要动到这里的根目录 嗯 这也 嗯 对 这个目录比较动到比较好 希望进去就进到Home 好,那我改改看 这里是不是很简单的 就 cd home pi 然后end 就比较冷 就好 所以endend还是end 其实我也不知道 是 linux batch n end 我顺便把这个给关了 嗯 这个 好 Linux 真的是很奇妙 一开始看就觉得这些batchcom 像天书一样 慢慢熟悉了 慢慢熟悉了 这个就先不要 等一下再试一遍 好,这个等待的时间 我看了 看了 看了在这里有没有什么大颗 数美盆 有趣的东西 就这样 再两个出来 按到两支endend 好,应该重启差不多了吧 好,应该重启差不多了吧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 10.5.5.0.8 8ique Okay 然后 自大 threshold 欸很好 那就进到home 里面 那我就不会跑到更上层的目录 ok 那最后测试 这个就是让树莓派开机长期的方法了 然后那就记录到这边